清洁用品庙管家的董事长 昨天下午开着400多万块的名车 经过新北市戏纸的新台五路的时候 可能吹冷气太舒服了 稍微眼睛瞇了一下 渡过那么一秒钟 车子就撞上了在路边临庭的200多万的名车 造成了自己车子是翻车了 虽然对方车上没有人 自己也只受到轻微的擦伤 这是还好 但是这两台名车一撞下去 修车费可就要大把了 两辆名贵轿车一辆翻车一辆被撞的车尾凹陷 甚至还波及后方另一辆轿车 撞得最惨的两辆 市价加起来至少超过600万台币 而撞人的就是庙管家董事长蔡宗阳 当时清洁用品的董事长 就在行经这里的时候 瞇了一下眼就此撞上前面的名贵轿车 5号下午3点半 蔡宗阳开着价值400多万的名车 行经细致新台五路 没想到却不慎撞上路旁临庭的200万名车 当场翻车 虽然自己只有手部轻微擦伤 对方车上也没人 不过他撞车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觉得车上冷气太舒服 眼睛眯了一下 等他张开眼 车祸就发生 警方表示现场酒侧 蔡宗阳没有喝酒 初不了解因是疲劳驾驶肇事 吹冷气太舒适而打喝水 造成车祸 这修车费 恐怕至少得花上几十万 记者杨世去李文凡 新闻是采访不到